球开起来 点不错 一片混战 还有机会 再打门 球又进了 2比0 没开二度 朱建荣 这个球呢 再次展现了朱建荣 非常好的对于球的 落点的判断 当看到队友的投球 想到第一点之后 朱建荣迅速的提前了 自己在进区内的位置 随后这个球正好 落到了朱建荣的面前 在近距离的情况下 朱建荣也是帮助球队 在上半场没有结束的时候 再次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没开二度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球第一点 应该是6号中央位 立鹏把球顶到了 小进区的中路 而朱建荣难能口归的是 他其实在之前的预判 已经预判到 有可能球会 奔这个方向来飞跃 所以他提前的奔前 一个移动 正好可以抢到第二落点 随后在如此近的距离下 做出了非常出色的 左脚的侧抽 这个球呢 还是从对方的门将 张震强的两腿之间 而飞入到了球门 朱建荣在上半场的表现呢 可以说呢 是非常的出色啊 已经是打进两球